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有语不谐 蒙古西征花辣子摩前 成吉思汗曾召集诸子讨论继承人问题 他让长子首先表态 查克台却抢着说道 数尺为面而其中 其可以主设计 在攻打花辣子摩首都时 二人不合直接倒置蒙古军队号令不移 纪律一迟 屡次遭受重挫 成吉思汗大怒 患上窝库台 拖雷 一个负责攻城 一个负责进攻呼罗山 很快结束了战事 树次先于成吉思汗叙事 但兄弟之间的矛盾并没有缓和 查克台与窝库台的关系变得越发紧张 成吉思汗慎重考虑之后 最终选择了性格稳重的窝库台为捍卫的继承者 蒙古传统儿子成年后 必须自立门户 只有嫡妻幼子 可以留在父亲身边继承家业 这就是著名的幼子受造旨 成吉思汗所以一直将拖雷带在身边 临终前几乎将所有军队和财产都交付给他 成吉思汗生前曾专门叮嘱二人 如等中应有一人成大位 将来为死后 应奉过阔台为主 不得为我一命 查克台不再测 应使其也无声乱心 可说阔台虽是大汉 但势力比起拖雷却小了很多 如此安排无异于给蒙古帝国埋下了一枚重磅炸弹 成吉思汗去世后 拖雷监国期间 迅速让蒙古从对西夏的战争中恢复过来 并巩固了中原地区的统治 为大举南亲做好了准备工作 拖雷的才能赢得了东西两道朱王和窝阔台的认可 1229年 蒙古朱王商议新汉人选 列会者多归新拖雷 窝阔台也认为 又子继承父亲 主其家战日也互从富含 亲邻教会大魏 应有比继承 拖雷却选择了遵守父亲的一命 坚持 应奉成吉思汗所指定之人为军 窝阔台登基后 立刻对金国发动了新一轮的战争 蒙古大军势如破竹 但在同关却遭到了顽强的抵抗 战士随即陷入胶着 此时拖雷献祭 院帅一军绕过黄河 同关天险 初宝积入关中 从背后包抄金国 1232年 拖雷领军越过秦岭 从汉中盆地迂回到南方 然后直扑汴京 金国大将完颜和达代主力15万来元 不料在军州的三丰山遭到拖雷的阻击 金之精锐尽于此矣 三丰山之战是猛进战争中决定性的一战 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追奸战的金链战帝 战后拖雷并没有鞠躬自老 反而说道 臣和公之友 遇此天之威 皇帝之福也 拖雷一生都谨遵父亲的教会 极力维护蒙古帝国的稳定和大汉的权威 但却没有得到善终 班师途中 正直壮年的拖雷突然抱病而亡 史料中的记载了又十分隐晦 以至于所有人都怀疑 幕后主谋就是沃阔台 沃阔台在位时 并没有将拖雷家族的势力瓦解或是接管 所以 沃阔台死后 蒙古帝国再次陷入内控 拖雷长子蒙哥 在数次家族的支持下成功夺权 成吉思汗一生都在强调团结 然而他死后 蒙古帝国几乎瞬间瓦解 黄金家族也陷入了无休无止的内讧之中 这一切都是他所不愿看见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